我们持续还有再来掌握的是这个林志坚的相关案子 那么陈明通他还是认为说是冤案 而且他还说他非常确定 那么林志坚到现在都还没有盗窃 那么于正皇的律师呢 他也特别了发表声明了 说陈时分在侦查庭一口咬定于正皇理亏 林志坚没有错 因此有必要透过提刑事自诉 还给于正皇一个清白跟公道 那么现在呢又有人在说了 民进党现在是变成一个调查局吗 他说没关系啦那么要站就来站吧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关键12345 在您进一步掌握是 在2015年的12月底 陈明通的指导下林志坚是完成了他的论文底稿 那么在隔年16年的2月1号 陈明通跟这个林志坚有通信 多次讨论修改的问题 那么论文已经有一个雏形完成了 而在这个当时 他有寄这客制化的论文底稿给于正皇 那么1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于正皇的口试进度呢 也有在做询问 那么于正皇就询问陈明通 是否呢 这个就此提着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到底是这个关键的文件已经出炉了 他是想要特别脱身吗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这个上上下下都已经要求 国安局长陈明通要针对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道歉并且下台 但是陈明通在这个时候却高喊说 这个案子根本是一个冤案 甚至还点名国民党立委曾明中 看过相关证据了没有 曾明中就很生气啊 他就出面炮轰说 证据他根本没有看到 也不会帮你们来背书 怒抢陈明通赶紧下台 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 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对对对 明天那个法院要开议了 所有的证据 包括曾明中委员 温必较委员都看过 这是一个冤案 我在这里必须说明 通过这样的东西 我没办法接受 谢谢 是不是冤案 不是陈明通认定 不是陈明通认定 论文台大 已经认定 撤销林志坚的学位 中华大学也已经 撤销林志坚的学位 这个就是事实 冤不冤案 不是陈明通认定 何况他昨天讲 他说我有看过相关的证据 证据放了一远 没有仔细看 我不会替他背书 我也不会替他背书 陈明通昨天 在朝野协商的发言 极度不合适 他在呛什么呛 朝野协商的场合协商议算 他呛什么呛 该下来是他 赶快下来 我想到底要相信台大 相信中华大学 还是要相信你指导教授 造成这么大的风波 指导教授 你没有责任吗 这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学术风暴 甚至波及到政坛内 非常多的一个政治人物 造成学术的一个败坏 造成人在职专班的被污名化 陈明通局长 你没有责任吗 你现在还要出来 帮林志坚提油救火 那如果你嫌民进党 在九合一败的不够多 你嫌民进党票太多的话 你就继续吧 好 那么现在呢 在民进党也有声音了 因为民进党的新竹市党部 就要求党中央 应该要开除王世坚的党籍 而甚至呢 现在呢 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说 王世坚他根本都不适任 不适合留在民进党 副总赖清德 必须要对王世坚或高嘉瑜等人呢 赶快呢 开除他们的党籍 让他们的发言是非常离谱的 那么高嘉瑜现在就有回应啦 他就强调说 党中央有党中央的高度 所有的人都是战犯 所以呢 他们应该要上下团结一致才对 而不是呢 只针对高嘉瑜或者是王世坚 那么列委博选当选人 王洪威表示 现在民进党的高层应该要好好的呢 来倾听民意 来这个审视民意哦 被批评的王世坚跟高嘉瑜 反而是获得大众的认可跟支持的 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 可见一斑 同时呢 他也认为说 借此来检视民进党内 到底有没有要反省的意思 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 因为说实话的人 反而是被批评的 这段时间当然也有很多 不仅是针对我 也是针对王世坚 世坚大哥 那我觉得 其实任何的风风雨雨 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本来也都是要面对 就回谤游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无愧于心 也是就是 就事论事的秉持着我们 认为的事实 在努力跟大家说明 那如果大家有很多 不谅解的地方 我们都会深切的反省跟检讨 麦副总统那一天 就是到了这个 跟党员来座谈的时候 您就被点误了 甚至还被要求说 要对您做一些处置 不管是麦副总统 或是我们陈其迈党主席 也都已经多次的 说过就是尊重各方的看法 但是我想党中央也都很有智慧 知道如何去处理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 那我想赖副总统的心声 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放下自己 然后团结一致 那每个人都是战犯 然后每个人都该检讨 民进党这次无意弄输了 结果他们抓战犯 说要开除你以前的同事 黄世坚跟高嘉瑜 我觉得这当然是民进党内的家务事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的高层 应该去体会民意 那么为什么 王世坚或高嘉瑜 他们的呼声 他们的诉求 得到比较多的民众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们也因此来检视一下 民进党是不是真的能够改革跟反省 我们持续来看看 这王世坚有针对新竹棒球场的争议 他也表示说 因为之前引用数字错误 愿意向所有 非1450 还有名嘴跟网军 测译来道歉 他说他这个数字有误 也波及到高虹安 写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新竹市议员呢 本来应该要找出 是谁恶搞新竹棒球场的工程 反而是开除我党籍的效率很高 因为现在呢 开始有人在质疑 说王世坚的逆风发言 让很多党员很不满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杨怡玲 大家还记得他是谁吗 他是这个新竹前市长 林之间的前助理 他说我对王世坚的印象呢 只有他过去 比如说什么跳海啦 这高空弹跳啦 什么替罚啦等等 好他真的是一个 被政治耽误的邪心 还有综艺咖欸 这话也是讲得很酸 那么大家就在问啦 诶这个王世坚 你现在被人 那个杨怡玲说 你根本就是综艺咖欸 你根本都不是政治人物 他就说 我不是 我是野兽 还说林之间长得很帅 更适合当综艺咖啦 好两个人在那边唇枪舌战 在那边呢 这个也是在那边 你一言我一语的 但是现在其实他的 这个逆风的发言 的确引来民进党党员不满 其实不止他哦 就连高嘉宇也是 现在大家纷纷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开除这两个人的党籍咯 那么这个代理主席 陈奇迈表示说 民进党是很多元的政党 会尊重每个不同人的 言论跟发言 但也强调说发言呢 过程应该要基于事实 党跟团结等等的 运作的一些机制范围 都是应该要采取的原则 我想是这样啦 民进党是一个 多元的政党 然后任何的言论 包括党员所反应的意见 本来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尊重啦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党跟党团 有相关的运作的规范 跟机制 我们就尊重机制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在发言的过程 不管任何人都应该基于事实来做评论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般在进行一些 不管是意见的评论 或者是我们对于说党内 大家彼此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应该要采取的一个 通案性的一个原则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这个林志坚他之前不是有说吗 他过去在担任新竹市长的期间 其实在这个不管是球场啦 还是其他的工程 他都有自己来监工 所以他被算说是林志坚 为什么大家要算他呢 因为他这个监督的工程 频频出包 那么呢像是林志坚 他就有这个王世坚 他就有说啦 林志坚在那边秀这个监工照片 他根本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 只知道比如说像网红一样的摆拍啦 这构图也是很漂亮啦 除了这张之外 过去还有在这个座位区的 这个地方的拍照 也是呢 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 非常适合做宣传的 那么其实友台呢 也有特别说 挖出了这个500吨的废弃物 新竹的国际展演中心基地工程 喊卡到底有多少废弃物呢 卡申杨慧如就说啦 这个林志坚的这个论文抄袭 已经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现在呢新竹棒球场也是一个弊案 新竹丢脸到全世界 等于是台湾丢脸到全世界 因为现在呢 现在就连这个 不管是在检验这个球场的人 在砍验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那种废弃物啊 实在是让台湾的人的脸都丢光了 那么现在呢 也有一个声音说 现在林志坚是不是应该要去坐牢呢 因为他们成立了调查小组 但是现在这个检掉假动作啊 结果高宏安还把资料给了他们 真的是有点傻 有点天真耶 还说图立了聚家营造变更 要去查林这间亲自的签名文件 才有办法移送法办啦 那现在的这个弊端频频嘛 也引用了一个错误的数据 所以也被人家骂翻 但时事评论员黄耀明就表示说 高宏安引用数字不够精确 是要负责没错 但是也凸显了说 高宏安呢 是被市府人员给设计了 而现在这个 黄耀明还爆料说 柯文哲提醒高宏安 最近要特别注意安全 原因是什么 我们持续看看 高宏安在这件事情上面 确实犯了错 就是说在这些数据上面 你不够精确 你就把它说出来 那就我的了解 他就是又被挖了一个洞 他跳进去 他们公务处提供的数据 故意他是用中央补助 尾款还有三千万还没给 然后他以为说十二亿也没有给 简单讲就是他被冲康 但是他自己出来讲了这一段话 他要负全责 临世间他们要拗说 这个还没验收 还有一百多项的缺失 还没验收 所以他还是一个还没完成的 所以有缺失就改善 他们只想用这种拖字诀 那当然我觉得高宏安在这个事情 他们不需要在这个数字纠缠 因为这个就过了 你讲错了就把它澄清 后续是要把真相调查出来 柯文哲最近在提醒高宏安 要出门要小心 说这个你可能挖 真的挖到了一些不能挖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有 危及人身安全 可能会有人对高宏安开枪 开枪 这太扯了 这是柯文 这是我听到这个民众党里面的说法 就是柯文哲去提醒高宏安要小心 你可能会被开枪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